大家好 可能很多话有养金枝玉叶都是摆在办公桌前养护的 这样的话会显得非常的精美 尤其是配上一个漂亮的这种花盆 那么在这种场景下养护金枝玉叶 大家都不希望它长得太快 长得太高 长得太大 这样的话就会占据很多空间 所以我们在这种场景下养护金枝玉叶 只要保持它的这个株形饱满圆润 根系发达强壮就可以了 我们想要达到这种效果 就需要改变一下我们的养护方法 尤其是在施肥方面 一般正常来说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建议大家用这种多肉专用型的有机养液 因为这种有机养液它的甲元素是比较高的 零元素跟氮元素偏低 这样就可以抑制它快速的生长 保持整个株形饱满圆润 而且呢根系又健康 我们使用这种多肉专用型有机养液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按照1比1000的比例对水给它15天左右 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或者是10天左右给它浇灌一次 因为甲元素呢可以强壮金枝易月的根 同时它甲元素里面的水分含量会比较高 能保证这个月片饱满圆润光泽度高 同时它又可以增强叶片的光合作用 那么这样就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同时我们一定要多给它晒晒太阳 这样能促进它的光合作用 让它的根系长得更加发达 不容易产生涂涨 好了这就是放工作前养金枝易月的一些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